便宜啊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 就邀请了一位从香港来居住在台湾的朋友 最近在游入文化出版了 走肉之味 舒食的初心练习 李美宜 美宜Cathy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你们好 大家好 Cathy问你1300对香港人来讲 是便宜还是贵 1300吃到三道菜哦 应该算是OK 刚好 OK 有没有听到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不要讲说 哎呦 怎么那么贵啊 1300 请用观光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一直都在跟大家强调 米其林指南不是选出最佳餐厅 它不是最佳餐厅指南 可是它是观光客来到这个城市的美食指南 难道你不希望观光客在台北多花一点钱吗 而且呢 老实讲呢 平均起来 average来讲 香港人来到台湾 来到台北 最喜欢的海鲜店是哪里 美一你说 我可能不太清楚 上瘾水产啊 香港人来到了台北的这个上瘾水产就是三井的这个系统 看到这些活水海鲜都说好便宜哦 我们其实一靠近去说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都好像价格好像有点贵 跟我们路边的九九热潮好像差蛮多的 跟路边的九九热潮好像差一个零 可是如果香港的朋友 对不对 就会觉得说 便宜啊便宜 其实这跟你的收入有关 如果今天呢 整个台湾台北收入可以更高的话 1300本来就是小case 好了美一我们来介绍你自己 因为美一呢出了这本书 什么叫做走肉之味啊 不是走味之肉哦 听懂没有 走肉之味 走肉是什么啊 走肉就是素食的意思 这是哪里的用法呢 这是香港啊 香港 对就是有一天我在餐厅看到那个店员 他下蛋的时候 他写了走肉这两个字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平常在香港只是吃素不太方便 然后他们如果你跟他讲我不吃肉 他们觉得怪怪 对对他们觉得怪怪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店员这样写 我猜是方便那个厨师们他们煮菜 那写来 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玩 原来走肉这样写 大家就会比较明白了 可是问题是美一 你们平常在用用 就比如说平常在讲说 我要吃素 我要走肉 这不是你讲的 这不是一个惯用语 不是对不对 我猜应该是厨师们 他们会想很多东西 比如说海鲜要不要嫁进去 肉块要不要嫁进去 出油之类的这些 如果也就是因为我是过变素 在外面吃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 他们对他们来讲 就肉这两个字 可能就对他们来讲 印象比较 是一个暗号 对对对 是一个密语 比较能理解的东西 比较能够理解的东西 我先让美一介绍他自己 大家现在听到美一在现场 有一个很浓重的一个口音 可是呢 因为呢 你是香港人 没错对不对 对 可是你现在算移居台北 移居台湾了吗 算是待在这边两年 是在做什么 来到这边 读书 读书 所以你跑到这边来读书啊 你读什么 读法律 读法律 天哪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要 这个有趣 我知道有香港人来到台湾读书 我知道厨师界 有一个叫做林明健 他呢 非常有名哦 他其实也拿到米其林一心 在去年 他那个时候来到香港 在文化读 我记得读日文系吧 读了一学期之后 他就逃走了 因为他想要做厨师 那所以等于是 香港人 有很多人在台湾就学吗 现在 我班之后 我一个是香港人 所以我不知道 应该有一部分 因为我其实很多 蛮多香港人的朋友 他们都喜欢在台湾 来难吗 来到这里读书困难吗 手续申请啊 什么的会很麻烦吗 我觉得手续没有很麻烦 但是要看懂中文 然后我们要考试 然后 等一下 什么叫做看懂中文 你们的中文 确实跟我们要一点差别 然后 因为我们平常考试都会用英文嘛 突然要看一整篇是中文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 就是有一点 困难一点 看起来好像你比较进步 我们好像比较不进步 怎么会考试是全中文 应该是全英文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怎么听起来好像是退步了呢 需要时间去习惯 来来来 我其实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来 好第二段八分钟 好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文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了最近在有路文化 出版了走肉之味 舒适的初心练习的作者 李美宜 来到节目现场 今天有可能都不会聊到这本书 因为我们的超级美食家 很少来邀请到 你知道香港来的朋友 我好想要听香港观点 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心痒痒 老实讲呢 听众朋友呢 在台湾很多人爱看苹果日报 可是如果你去香港 买了一份苹果日报 你看不懂 因为中文 它不是中文 它是什么文 什么文 这是香港方式的中文 那是什么文 那是广东话的文吗 因为我刚刚其实在跟美宜在聊天 就是聊有关于 他来到我们台湾 不管是在生活的这些 他刚才讲到在考试 他说因为他觉得很困难的是繁体中文 我问你对不对 繁体中文对你来讲 阅读有一点困难 没有 因为香港其实也是用那个繁体的 可是你们英文多啊 对 你们是英文环境啊 对对对 可是你们还有一个 我看不懂的中文啊 所以我猜是因为 他很多时候都从英文那边 翻译过来 然后我们就以为那个中文是大家都会看懂的 你举例 我真的到香港买报纸哦 看不懂 没有因为有时候如果真的用广东话来写 因为比如说你在报纸里面 然后让大众会看懂 可能会加里面都会加进 语助词是不是 对对对 好多字我不认识 口制编的东西 那这就是广东话来的 就是这样子大家会比较看懂吗 可是我 所以所以你懂吗 我当时候考进去多么困难 我觉得很妙 就比如说 我看整个华人社会里面 也只有香港有这样子的文字 对不对 我问你对不对 广东人也会写这样子的文字 印在报纸上吗 我不知道 澳门人会吗 我也真的不知道 没有我真的去看他们 我有看过他们都是中文 只是他们是解体中文 所以我都觉得 有这么严重吗 原来我们 不是所以我才觉得 有一种你知道 就是人家讲说什么生龙活虎啊 什么活色生香 就是有一些文字的力量 对不对 隐藏在你知道 就比如说隐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这点其实是很有趣的 那所以当我在翻他这一本叫做 走肉之味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好文学 可是你这里面有一个章节 我自己稍微看了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也是在聊 有关于不一样的文字 同样东西的用法 对不对 对 凤梨跟菠萝的那一片嘛 对啊 凤梨跟菠萝 对 番薯跟地瓜 对不对 对 马蹄 马蹄是什么 听众朋友 马蹄是什么 我相信 马蹄我讲出来 听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了 因为你们都爱吃 可是我没有想到 有人居然听到马蹄 会想到马的蹄子 哈哈哈哈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 很不可思议 对 马蹄是什么 马蹄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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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这两个音也都是念的 好像在流笔涕 笔 笔 我觉得香港人很爱这个食材 嗯 可是台湾人对于笔涕的这个食材 都受限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我们在菜市场看到的都是削皮白白的 没有啊 我要看有皮的 有皮是最近啊 以前都没有啊 真的 而且大家都不喜欢连皮吃啊 大家的马蹄 最常使用的就是切片草 要不然就是弄得碎碎的 做成一个松类 可是你们香港马蹄会用在甜点里 对 马蹄糕 糕点 马蹄糕 你会煮成甜汤 对 你爱吗 我爱马蹄糕 少食后尤其 嗯哼 为什么 脆脆的啊 妈妈煮的 然后他甜甜 妈妈会煮哦 对 妈妈自己做马蹄糕 对 萝卜糕 马蹄糕 他也会煮 嗯哼 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一些差异 就是这些食材使用的差异啦 对不对 哦 你发现我们台湾菜市场有黑黑的马蹄哦 有啊 我相信有人不知道马蹄原色是黑的 哈哈哈哈 就好像就这样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苹果是不是有皮的 哈哈哈哈 我只知道有人告诉我说小朋友以为鸡是长六只脚还是八只脚 因为在超市里都是六只八只放在一个盒子里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好好充满了谬误 大家对于食材我觉得你你也是我觉得你在一个文章里面也是写说 哇有人邀请你去花莲看玉米是不是 我其实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就是美一的书的时候因为美一是香港人嘛 我都一直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我就在想说美一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 因为呢他呢跟香港的他跟花莲的农民订了一箱玉米隔天就送到了 我就想说可以这么快吗在香港 他是台北 这个台北这么厉害哦 你知道直接就可以跨海去香港了 你喜欢台北的生活吗 蛮喜欢 台北有走肉之味吗 方便吗这样子的环境 我觉得吃素真的蛮方便 这比较香港来讲 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其实吃素已经好几年了嘛 以前都会觉得说在香港是超级不方便 才会有那个走肉的两个字要用到 怎么会香港怎么会不方便 我前一阵子才吃了香港最棒的素菜馆叫新齋啊 你的表情好怪哦 这个我也有去过 有去过 对 你说平常吃不方便啊 对我说应该是平常在茶餐厅 真的他是昏的 主要是昏的餐厅里面 茶餐厅我努力想昏的 橘白菜算吗 橘白菜 橘白菜不是你们茶餐厅的菜 是我们茶餐厅的菜 所以不是一个方便的环境 台北相对方便 对还有就是如果选择也是 从来都是什么楼汉灾 楼汉灾炒面之类的东西 都没有别的就是会好像阿妈的年代的那个时候 吃素的那个感觉 很多构欠啊很浓啊 我要提出罗汉灾是什么 罗汉灾不是佛跳墙啊 听众朋友罗汉灾是什么 这是那个应该你们讲的佛跳墙 就是素的 它就是材料很多种 对不对 很多样 顺片啊什么东西都会放进去的 我不知道香港人的素菜是不是有很多塑料 我觉得在台湾的素菜就有 你知道我讲的塑料吗 就比如说有一些吃起来 好像生鱼片 其实它是蒟蒻 然后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那个 那个开花刀的腰花 吃起来还是蒟蒻 就比如说 可是他们会赋予不一样的味道 等一下没一没一 香港有这些东西吗 有有有有 我有抢过 有有有 也流行嘛 还是说有很多那种大豆类的抽取物的制品 对 鱼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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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鱼丸那个其实是卡德兰椒啊 其实咬起来口感 香港 香港有这些东西吗 还是这是台湾独特的 没有是你们进口袋来的 台湾 台湾拿去香港 好 可是你所谓的走肉之味是这一派吗 不是 不是这一派吗 我是说天然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尽量避免去吃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 这个走肉滋味 的确也有趋势上的变化 早期其实都是 我讲的这些东西 如果是蔬菜馆的话 现在其实逐渐也陆陆续续 用了一些纯天然的食材 而且味为主流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下一段要对他好一点 我们要回到书上 又太好奇了 我太好奇香港人 在台北的生活 可以聊啊 可是跟书差太远 很有啊 像刚刚那个碧琪啊 那只有这么贵 我有去市场啊 市场也是我超喜欢的 我们这次去那个 火灵街市场拍照 好来没问题了 那只是拍照啊 那不是真的 好准备来了 三二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游路文化出版的 走肉之味书时的初心练习的作者 李美宜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这一段分享书 因为呢 我其实对于香港人在台北的 有很多很多疑问 有很多很多 想知道香港人的一些态度 可是呢 还是要回到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呢 在这个礼拜天 三月三十一号 三月三十一号 会在何嘉仁明泉店 就是明泉东路跟松江路的 何嘉仁的八楼 会有新书分享会哦 或许大家会想说 新书分享会 你们都还不知道 这书里写什么 对不对 我让美宜自己翻 翻一个章节 朗诵给大家听 因为呢 他的这个书呢 跟我这个访谈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书呢 非常文学 我要跟大家讲 在阅读这个走肉之味的时候 绝对不是告诉你 什么玉米要怎么吃啦 马蹄要怎么做 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呢 其实有几种观点 这个观点 除了对于食材的观点 对于环境的观点 对于自己 自己生活的一些观点 美宜用念的给大家听 大家就不会发现 美宜其实一点也不三八 三八的是王瑞瑶 他就是非常有文学气质 来 这里是什么 那是 我可以用广东话来念 比较 你用广东话念哦 好等一下 哪一个章节来 你告诉我 缝合记忆缺口的 第几页 三十八 三十八页 他要用广东话来念 没问题 他念一段 我念一段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 三十八页哦 是三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对 对啊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超级美食家 还从来没有广东话 第一次 Eddie哥哥会讲一点点广东话 可是不多 我怕我念得不好听 但是广东话比较 好 你开始念 那我也要听得懂 好我念一遍听众朋友听了 这段好新哦 这段连我都不知道 听众朋友听好哈 银针粉是我味觉记忆的一部分 大家经常混淆银针粉和狗仔粉 不少人扬言狗仔粉才是香港的老味道 与我不以为然 坦言 未尝过狗仔粉 记忆里却满是妈妈煮的银针粉的味道 那是属于我的香港老味道 继续 好有气质哦 这一句 有没有听到没有 你现在已经抓到 是银针粉跟狗仔粉哦 听众朋友 你们是不是抓到 这两个关键字了 好继续 银针粉跟狗仔粉不但有着情感 记忆上的差别 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人说 狗仔粉是粮食物之缺乏的五 六十年代香港出现的街头面食 由于材料便宜 既能饱兔 又廉价 是当年老虎大种的因物 而银针粉的历史 有的九远一点 据说起源于广东梅州大埔一带 近似台湾的米苔木 因形似小老鼠 客家人叫它做老鼠版 版自分的意思 好 大家听 有几个字好有趣哦 银针粉跟狗仔粉 不单有着情感记忆上之差别 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人说狗仔粉是粮食物之缺乏的 五六零年代 香港出现的街头面食 由于材料便宜 既能饱度又价廉 是当年劳苦大众的恩物 而银针粉的历史久远一点 据说起源于广东梅州大埔一带 近似台湾的米苔木 大家现在脑袋里有想法了 对不对 银针粉米苔木 因形似小老鼠 客家人叫它做老鼠板 板就是粉的意思 原料来说 前者用再来粉 后者用毛巾面粉 拆制而成 可能两者皆粉条短 粗短 两端尖长 外貌甚为相似 故容易被人混淆 我也觉得米苔木老鼠板是狗仔粉 貌似短小的粗面条 人甄粉则似是香港独有的 则感略透明 且蛋牙爽滑一点 看来尽另外一道广东传统米饰 奶粉的短小粗肥带板 我觉得这一段在形容 银针粉跟狗仔粉的 这个粗细厚薄 很有趣 我念给听众朋友听 就原料来说 因为一开始讲的 前者前者就是狗仔粉 对不对 前者用再来米粉 后者是银针粉 则用无筋面粉搓制而成 无筋面粉应该就是成面 对不对 无筋粉 面粉搓制而成 可能两者接面粉 可能两者接面条粗短 两端肩长 外貌甚为相似 故容易被人混淆 我倒觉得米苔木 老鼠板是狗仔粉 貌似短小的粗面条 银针粉则是香港独有的 质感略为透明 且弹牙爽滑一点 看来像另外一道广东传统米食 奶粉 奶粉的短小肥大板 好我们这里要先停住 听众朋友 现在其实呢 每一再给大家念这一段 银针粉 狗仔粉 米苔木 还有老鼠板 还有赖粉 对不对 赖粉不是粉 赖粉是面粉一种 赖粉长什么形状呢 它是长长一条 好像那个意大利面 但是它是白色 然后它比较有透明感 然后它是圆圆的身体吗 还是扁扁的身体 圆圆的 所以就很像我们在台湾吃的粗条米粉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有一点 还是米线 比较粗的米线 但是它比较有弹性 比较有弹性 然后比较透明 我记得我吃过赖粉 在香港大家会拿烧鸭腿 对不对 烧鸭腿 一针 好像林志玲的长腿 我还记得 林志玲就米其林的那两家 我都有吃 林志玲的长腿就放在一碗白白的 白白的赖粉 而且它是汤面 对不对 对 对啊 就放在赖粉上面 我超喜欢吃 而且听众朋友要讲 去香港吃这些汤面 没有青菜的 我问你对不对 确实是 确实是对不对 很多人去香港 点了一碗汤面 说怎么没菜 菜是台湾家有的 再加一点钱就有 再加一点钱 不是再加一点钱 它会烫一盘菜给你 是不是 这样子的讲法 所以听众朋友 现在脑袋里面有好几种粉 而且脑袋里面 还有狗仔 狗仔都跑出来了 狗仔粉 可是这些到底代表什么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听众朋友 想去参加她的新书发表会了吗 很有趣对不对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还有几段 还有两段 好我们还可以再念一段 这段好有趣哦 好来 因为她的文字不长 味道的气味的 还是要同一篇 当然要同一篇 因为你没有解答 等一下再讲 她就不用 她等一下直接切进来 不用念 来 好准备来了 三二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这是超级美食家开播以来 第一次用广东话 跟听众朋友在空中沟通 我们邀请到的是 最近在游路文化出版了 走肉之味 舒适的初心练习 作者李美宜 Cathie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她的这个文章 非常的有文学性 不是食谱 听众朋友不要认为 只要讲到走肉之味 讲到的是蔬食 就是一个食谱 大家听听看 因为这个章节非常有趣 叫做缝合记忆缺口的银针粉 然后呢 美宜坚持要用广东话来念 因为非常有情感 所以王瑞瑶今天充当翻译 可以翻译 现在念几段给大家听听 因为刚刚在上一阶段 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粉 有银针粉 有狗仔粉 有賴粉 然后甚至可以比较的是米苔木 跟老鼠板 对不对 这几种大家刚刚听到就知道 都是两头尖尖 粗粗短短 可是呢 它的形状是不一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 它的口感也不一样 那所以呢 对于美宜来讲 或许听众朋友现在听到这里说 这不是东西比泰巴 不是啦 不是 没讲 听听看 听听看 美宜继续在文字里面的描述 来 小时候会逢台风侵袭的日子 不能与爸妈外出饮茶 妈妈总爱为我们准备白粥 我炒好的银针粉做早餐 平凡的银针粉 配上鸡蛋丝 青葱和火腿丝 加上酱油和糖等简单的调味料 炒来的 就是心中 独一无二的 你妈妈人针粉 小时候每逢台风侵袭的日子 不能与爸妈外出饮茶 妈妈总爱为我们准备白粥 和炒好的银针粉做早餐 平凡的银针粉配上鸡蛋丝 青葱和火腿丝 一般银白的逢银针 银针粉的材料简单 制作过程亦缺狠花心思和耐性 现在能找到贩卖银针粉的粉面店不多 即使有瘦 数量未必有限 sorry 应该是 数量必然有限 不用一个上午就会卖光 树来奇怪 在外用线 能吃到有银针粉的菜馆 少之又少 偶尔会在一室 中式酒楼的 商业午餐菜单碰上 物小稀贵 不知是 否跟他的制作程序 比其他粉面 费劲而不化算有关呢 很好玩 刚刚每一念的这一段 听众朋友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我听到他讲一个英文叫sorry 念错 你知道我本来一直都没有感觉念错 因为我不太懂广东话 可是这里面这个音调很有趣 对不对 好我翻译这一段给听众朋友听 银针粉的名字叫老鼠版优雅 一贴切地描述了面条的形态 短小而粗状的面条 配上尖长的头尾两端 仿如一根银白的缝纫针 银针粉的材料简单 制作的过程却很花心思与耐心 现在能找到贩售银针粉的粉面店不多 即使有瘦数量必然有限 不用一个上午就会卖光 说来奇怪 在外用扇能吃到有银针粉的菜馆 少之又少 偶尔会在中式酒楼的商业午餐菜单碰上 不少稀柜 不知是否跟他的制作程序 比其他粉面费劲而不划算有关呢 这个其实很好玩 我要讲如果是这样的话 银针粉应该是跟制作米苔木差不多 对不对 应该是在一个板子上搓出来的 所以美衣才会讲说 是否跟他的制作的程序 比如说手工这样子搓有关呢 在台湾也是 台湾大家对于米苔木 有人会认为米苔木是一种面条 长长的 老实讲如果米苔木是一种长长的面条 那就是机器做的 然后在一些传统市场里面 的确有少数的店家 极少数哦 非常少数 也不是每一个传统菜市场有 他们也有所谓美衣 在这个章节里面所形容的 两头尖尖短短的米苔木 你有吃过台湾的米苔木吗 有 你觉得它像什么 就像银针粉吗 口感 没有因为我吃的那个 就是你刚刚讲的是比较长的那个 比较长 就像面条这样对不对 对 对啊 就面线 像面就很长这样 那个其实就不太算 不太像是银针粉 等一下 所以等于是 等一下 所以等于是美衣 你们的银针粉是很细吗 还是像筷子一样呢 它会有一点醋 这好像手指一样 手指 哦 那比我们的米苔木还要粗啦 对 更粗对不对 它是肥肥胖胖 但是它两头是尖尖的 哦 这个我这个我有吃过吗 你看我现在脑袋也就在想 我有吃过这个在离开台湾 我在香港有吃过吗 很难找到 没有 对 我觉得很难哦 哦 我们在现场有找到照片 哎 这个现场的照片看起来真的不像米苔木 因为它看起来更坚挺 对不对 它粗 而且呢 米苔木是软软的 软QQ的 有没有 如果大家有追上YouTube的这段影片 就可以看到银针粉的照片 天哪 所以这个 我刚刚其实在听美姨在念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知道说 一般在菜市场还买得到这样子的食材吗 很少 很少 所以你妈妈的银针粉也不见了吗 你回去的时候 你妈妈会炒银针粉给你吃吗 通常都会 那它怎么变出来的 没有 它一定要很早去菜市场里面去买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卖光 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家庭的味道 这个是家庭的味道 好 我们其实呢 刚刚呢 这个银针粉我们要念到这里 因为呢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两个东西 让我感到有很大的情感因素 一个就是刚刚美姨所讲的 她妈妈的味道 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爸爸带她出去吃的味道 很重要这个也是 这两个其实很有趣哦 就一个是妈妈在家煮的味道 一个是爸爸带她出去吃的味道 可是问题是 爸爸跟妈妈都没有吃素啊 哦 是啊 发生什么事了没 南无阿弥陀佛 不是不是 就是突然有一天不想吃肉 连我很喜欢的那个剩余片 都把它那个拉掉 怎么你有失恋 什么每一个人都这样讲 每一个人都这样猜是不是 通常人生有巨大变化的时候 我第一天改变的时候 我每一个朋友都问我这一条问题 你失恋了 对 我都跟她讲事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哦那我就多嫁一点蔬菜给你好了 好可怜哦 我来安慰你一下 我用轻葱 轻葱 烤胖的辣椒 来跟你安慰一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先吵着 可是不是吧 不是 真的我发现很好笑 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我跟他讲 我失恋了 他你们真的超级 不是 我其实不方便讲啊 就比如说失恋 还是家中有重大变故 你知道就比如说人生有很大的症状 你才会改变了一个这么大的习惯 对 而且以前还最爱吃生鱼片的人 那我现在多讲一点芥末给你 好来 最后一段七分半了 最后一段了 你要讲什么自己决定 好了 等下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国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跟大家很高兴介绍一位香港朋友 他是来台湾读书 而且读的是法律系 我们邀请到的是 最近在有路文化出版了 走肉之味 书时的初心练习 作者李美宜来跟大家聊天 大家好 我刚刚其实忽然间问他 因为我在看他的书里面 他的确有点到 就是有一天他忽然间不想吃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真的因为 应该说 如果真的想到是有一天 因为我本来就有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吃书的 因为是那个宗教的关系 然后就跟他们出那个活动 出席的活动是放生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从那个篮子里面把那个海鲜都丢到那个海上 那不是海鲜 海鲜是放在桌上才叫海鲜 活鱼吗 活鱼 对 活鱼 我吓一跳 我说海鲜 不在 等一下 我知道美宜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吃书 如果他觉得放生的那些东西都是海鲜 我觉得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像 可能是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不一样 我们就会 不管怎么 香港人这些都叫海鲜吗 对对对 海鲜 不会再分海产 活鱼或者怎么样 对这是我们的差别终于发现了 对不是因为你知道美宜跟他讲说他放生了海鲜 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很吃惊 我就是蛮吃惊的 所以你参加了一个放生活动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感慨 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要把他们霍霍的放在那个不属于他们的海货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他们背后有个理念就不用不要伤害动物 然后我从那天开始 好我就跟那天一起讲 然后我就不吃他们了 嗯哼 那就到现在 嗯哼 就是怎么讲 所以包括海的 包括陆地上的 对对对对 你都不是 可是一开始有 有 有觉得很不习惯吗 有啊超级 那就吃很多面跟饭啊 然后 可是你没有变胖啊 这是现在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面食来替代 有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素肉 素肉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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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計劃好了要吃素 可起來你沒有 你是忽然之間你知道下定了一個決心 看到了一個東西被觸發 可是你並沒有準備嘛 沒有 就是我連怎麼樣去煮跟吃也不太知道 所以你一開始在吃蔬食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陣慌亂 幾乎是這樣子對不對 到外面吃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樣叫 這是所以才發現說 原來如果我跟他們講走肉 那種比較方便才知道的 就是慢慢學習過來 這跟書其實也有某一個主軸類似 就是說我慢慢從那個素食的生活裡面 我其實很多觀念都慢慢因為它來改變 比如說你剛才只是很有趣 海鮮這個是我才認知到的那個東西 但是如果我不是那本書 我不會從你身上知道那個東西啊 我就覺得只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只是意戀之差 就會變好跟變壞嘛 那我覺得現在的我 就慢慢從往好 當然我覺得是往好人的一邊去 你一定要這樣子想 一定都是往好的方向 每一天都要過得更好 可是問題是呢 我自己其實是有疑問啦 就比如說 像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想要一心想要吃 就比如說不吃有生命的東西 一開始這樣講嘛 只要有生命 就比如說不想要吃這種活的東西啦 就不想要殺生 一開始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你現在有漸漸理出來 所謂的走肉滋味裡面的一些脈絡條理 還是在裡面有參透一些東西嗎 參透聽起來好怪喔 又不是宗教 對啊 要抹魚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我覺得真的 它對我靈性的啟發有很多 因為我就比如說 我以前因為不知道怎麼樣去煮嘛 然後就會加很重的調味料 但是我現在幾年過後 我反而現在連在家裡面煮 我可能連鹽巴都不會放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必須要 因為我現在在煮菜 我很想很有 我這堆突然覺得 因為那個素菜 讓我這堆身邊很多事物 變成很positive 很正面 然後就會覺得說 很多東西很好奇 它原味本來是怎麼樣 玉米的原味是怎麼樣 那個紅蘿蔔是怎麼樣 然後連那個青化菜怎麼樣 因為也想它生的 或者是熟的 也想去嘗一下這樣子 然後慢慢就發現原來 我們很多生活回歸原點 只是很簡單 很舒適 我看看你的牙齒 我看看你的牙齒夠不夠健壯 夠不夠強健 因為這其實有一點像是神農 開始在嘗白草的感覺 而且我可以聽到玉米在這一段描述裡面 其實不是開玩笑 它對於身邊的事物都逐漸清晰起來了 不是嗎 因為你的好奇心變重了 我覺得不光是對於什麼樣的領域 現在大家都是別人塞給你什麼資訊 別人叫你怎麼樣 你都是 就差不多就好了 大家有自發性的 在心裡充滿了很多問號 想要去知道這些問號後面 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嗎 其實並沒有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你都亮起來 眼睛都亮起來了 很多東西都是 你知道就想要看清楚它的真貌 是這樣講法嗎 對 所以我只是我在現在在翻 是因為我有一邊是講到 We are what we eat 這個我有看到 那個也是 這片很有趣喔 對 160 我翻到了 比我快 對 這是因為我看到那個圖片 大家應該有看到吧 這個是那個時候 我第一本食譜書的時候 有啟發出來 覺得原來我們浪費的東西也蠻多 好我先結束一下是什麼活動 就等於是美宜做了兩道菜 然後呢這兩道菜 它把完成品跟它的廢棄物 放在一起比較 然後就可以發現說 就比如說完成跟廢棄 其實它的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這樣對 差不多的份量 所以你也獲得了啟發 對 這是We are what we eat 它本來可能不是這個原因 但是因為我真的在那一天 煮完那個菜以後 覺得我們浪費掉的東西太多 尤其在香港 這是我們沒有回收的那個系統 然後就覺得浪費更多 然後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真的回到我們生活的 最基本就是 我不管你有沒有吃素 你比較 就沒有在把那個餐桌上面 剩下來的東西都吃光 然後我就感覺 那就是基本的東西 沒有錯 這本書裡面就是有很多這樣子的態度 聽眾朋友可以去參加 禮拜天 禮拜天 所舉辦的 在何家人民權店所舉辦的 新書分享會 謝謝美姨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她下次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香港人來參加 實在太好奇了 謝謝美姨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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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